大家好又是我高登仔 大家關乎不關心姜濤 相信大家姜粉、姜糖和姜濤粉絲 都很關心姜濤 話說姜濤會逗留十四天兩個星期 因為始終都不能夠逗留太久 所以他有機會在14日後回來 真的要趕著7月的姜濤MIRROR演唱會 所以我想姜濤的粉絲 都很留意姜濤的一舉一動 高登仔近來都因為他不在香港 所以都緊貼著他的IG 去了解他的最新情況 和大家做一些短片了解他的情況 這樣報導給大家聽 今次我有一些姜濤的粉絲 姜濤PM高登仔說 為什麼他好像全部都是玩的 好像工作的東西沒什麼 好像每天都玩 又吃早餐又有應援 其實高登仔之前的影片都解釋過 我相信網上流傳說他會拍美劇 你知道美國對於這樣的拍片很重視 所以基本上他不會釋放有關資料 究竟我們從現階段的資料可以看到什麼 我和大家慢慢探討一下 這段影片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點擊留言讚好 去我的主頻道和後備頻道 每晚8點和下午1點就有影片看 跟大家一邊吃飯一邊看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 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25元一個月非常划算 有獨家晚影片看 好了 原來姜濤在美國的紐約 這次最主要是紐約 一直在IG釋放他最主要玩的片段 原來姜濤的粉絲 姜濤也有 可能在美國的粉絲也好 或者是飛去跟著姜濤的足跡 姜濤去到哪裡呢 姜濤都去那裡應援 姜濤好像說 姜濤之前出了一個帖子 她親自去自由神場打卡 姜濤 我也做過一段影片 幫大家了解一下 原來她出了IG之後 當地的應援團也是 當天4至5點 遭用了飛機 從自由女神像飛去 在途中 在空中拉橫 為姜濤打氣 姜濤 這麼有心思 應援支持 姜濤 故意在自由神像下面打卡 她在IG平台寫 各位站起來 上載了很多張照片 我也有在影片裡講過 大家可以去我的短片看 其實姜濤這次 美國自由行 放下很多做偶像的工作壓力 享受在自由神像的陽光和空氣 雖然我們只看她在鏡頭 但在鏡頭的背後 我們都感受到她的開心和持有 譬如她的自由神像 去海邊都說 嗨到頭髮都亂了 然後她就說 頭髮亂糟糟糟 而且她還很開心地 叫姜濤好好欣賞 應援團隊的鼓勵和珍惜 然後姜濤上載了 逛街的照片 原來她不用開工 四周日有的時候 她都會拍一些照片 上載到IG 跟大家匯報一下她開心的行程 然後她還要寫 放假就是要去玩 本身很熱愛籃球的姜濤 來到美國當然要逛籃球用品店 向來重視友情是她 更加特意拍一段片 問問一下 好友的GIMS要什麼手索 那就非常窩心了 還有 還有 除了去看籃球之外 她還有買 好像試這個眼鏡一樣 紅色的黑超 英國是紅超 不是黑超 大家都看到她 年輕人很開心 試一下那些帥哥 黑超 擺出一個有型的照片 所以 跟著 看看情況 但是我留意到一點 她釋放了這些 去幾天玩的照片之後 近日姜濤 就開始少 在當地的更新 但是你放心 如果一有更新 高登祭都會更新一些短片 給大家去留意這些情況 希望做到這些 與時並進 以及緊貼姜濤的行程 而IG 這幾天都說 出了Bose 有關廣告 或代言發帖 相信 她也要開始專心 去拍劇 她也真的是年輕人 她是不是第一次去美國 我不知道 她應該都很開心 其實她去美國的一個 我現在看回 原來她那間是 NBA的專門店 我相信她一定會買一些 產品給粉絲 可能抽一下 其實她還有去中央公園 原來她去中央公園 因為她始終是一個藝人 她去中央公園 就遇上了一個 作詩的詩人 作詩的詩人 到底是什麼 她就說 我之前也出了一段影片 原來作詩的詩人 就問她想作什麼詩 她就說 想作一個給MIRROR的詩 然後 詩人就問姜濤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姜濤就說 我是一個在香港唱歌的 然後她的助手就說 她是一個很厲害的 staff 是一個歌星來的 在香港 那姜濤就馬上不回應了 謙卑 我也有在影片裡 跟她打氣和分析 那基本上 姜濤這次的美國之旅 我們看回應援團 真是很有心思 譬如說 她在美國租用了飛機 我不知道多少錢 在美國租用飛機拉條Banner 叫大家一起望上天 原來這個是美國的應援團 她說 她們首次在空中應援 Love is in the air 雖然我們不能夠 月薑直接近距離見面 不過希望她放下偶像的壓力 工作 自由自在 在美國享受陽光與空氣 道一道家 開心一下 那就非常之開心了 我想姜濤也是一個 充滿了愛心的 希望保持姜濤的私隱 所以雖然姜濤和花姐 一直拒絕透露這次行程 真正的目的 不過姜濤 周不時在個人平台 尚載她的影片 和姜濤保持聯絡 我想大家都希望姜濤開心 說真一句 希望她打卡之餘 好好享受這次的假期 因為始終也是我一句 姜濤在香港 一舉一動 我不是說所有姜濤的粉絲 我不是說你們騷擾她 但始終姜濤作為一個超級明星 在香港的知名度這麼高 她又自己住在哪個地方 又好像半公開式 讓大家知道 有很多喜歡姜濤的人 可能總會有一些 都不顧姜濤的私隱 去圍她 有些記者也是這樣做 高登仔就很不鼓勵這些事情 因為始終姜濤在香港 做完事情之後 你都要給一些時間和空間休息 這次高登仔留意到她 這次她在美國 她真的做得很好 因為沒有人認識 我也敢說沒有人認識 就算認識她的人 想報她都很難 因為她在美國這麼大 也不知道她住在哪裏 行程是保密 就算她工作也是保密 除非MACAVIL 釋放一些地步資料 否則基本上是不會找到姜濤 所以我相信姜濤這次都很享受 其實幻想到 我走在美國的街上 基本上那些鬼佬 應該不會認得姜濤 所以她應該很自由自在 很開心心去買東西 參觀 去中央公園和藝術家交流 這些都是姜濤做得很開心的地方 所以我高登仔都很開心 看到姜濤 雖然她的新聞相對少 我自己都盡量發掘她的消息 和姜濤分享每晚 我都希望姜濤在她的IG 釋放多些資訊 讓我們去了解一下姜濤 究竟近來的近況在美國做到些什麼 或者釋放些什麼蛛絲馬跡 讓我們了解一下她究竟在美國 有沒有什麼發展 有些蛛絲馬跡可以了解得到呢 當然最重要的一句 希望她在美國做事順順利利 而且還可以做到不同的工作 之餘還可以釋放她內心的壓力 相信我當她是度假兼工作 做完了之後 就開心心回來香港 健健康康 精精神神地繼續開她的MIRROR演唱會 和大家繼續拍餘下的影片 即是拍櫃前菜 應該有些後期工作 就很開心了 今天暫時去到美國更加細思 高燈仔會跟大家報道 今天也是這麼多 謝謝